小朋友上社会课咯 今天的主题是中正区的乡土环境地理天下 我是主讲老师林应同 前两部影片老师介绍了中正区的历史地理环境政府机关古迹 由于古迹尚未介绍完 这部影片的学习重点将继续描述古迹及认识中正区的观光景点 日治时期日本人为了表演和展览等民众活动的需要 西元1936年建筑了现在盐平南路的工会堂 这栋建筑是钢筋水泥的结构 建筑物上出处可见古典的装饰 是结合现代与传统设计的新式建筑 广场前面有抗日战争胜利即台湾光复纪念碑 日本投降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 台湾光复后工会堂改名为中山堂 台大医院旧馆位于常德街一号 西元1920年完工 台大医院旧馆规模宏大 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医院之一 入口大厅外观华丽 使用希腊柱头 大厅内空间高厂气派非凡 为台湾近代洋式建筑中的杰作 为在南昌路一段的美丽欧式建筑物 它有三层楼 中央有六层的高塔 建于西元1922年 就是现在的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他在日治时期吉桶辖全台的烟酒专卖事业 他开始专卖盐、张脑、香烟、酒类、火柴及石油等 光复后专卖局由政府接收改卖烟、酒、凉类 于民国91年明宁化 建国中学在南海路上建于西元1908年 为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中学校专收日本学生 校舍是用红砖和木材建筑的 建筑物的表面以红砖装饰 所以称为红楼 由于红楼的外观、庄严、雄伟 被视为建筑的精神象征 北一女位于重庆南路一段教学大楼光复楼 是校内唯一留下的日治时期老建筑物 北一女在日治时期为第一高等女子学校 只有日本人和非常富裕的台湾家庭的女儿 才能进入该校就读 中正区的古迹非常多 国立台湾博物馆、台博馆土营展示馆、台北邮局、台北宾馆等 小朋友如果兴趣都可以去探访 中正区的观光景点 讲到中正区的观光景点 一定要介绍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展览白墙的建筑高70公尺 内有展示中心及放映室 纪念堂外两侧有国家戏剧院跟音乐厅 提供爱好艺文的民众欣赏各项表演 228和平公园 原名新公园 是为了纪念228事件才更名的 是台北市历史最悠久的公园 占地两万三千多平 园内有国立台湾博物馆 吉公号艺坊 腾云号火车头等古迹 自来水园区位于新殿西畔 园区里面分为 1.时光胶囊古迹系列 如自来水博物馆 2.雨水共舞水系列 如水乡庭园水资源教育馆 3.生态绿能环保系列 如小观音山 生态登山步道等许多区域 水乡庭园区 在夏天的人气最旺 小朋友可以尽情的细水 玩个痛快 台北植物园占地约8公顷 里面植物有上千种 其中以夏天荷花池的荷花 最吸引人 旁边的国立历史博物馆 馆藏以大陆文物为主 地方文物为府 还会有不定期的译文展览 邮政博物馆内展示 周朝至清代及民国的邮政发展史 里面有通信的文物 邮件的种类 邮差的制服 邮票等介绍 国家图书馆位于中山南路上 是国内唯一国家级的图书馆 里面的藏书丰富 值得参考 在这提醒小朋友 国家图书馆的书 只能在里面阅读 不能外借哦 看完中正区的第三部影片 小朋友可以一起邀请你的爸爸妈妈 实地到中正区走一圈 用心感受中正区的美 第二部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